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一位舔共藝人 陈奕迅 前几天在澳门开了一场演唱会 结果底下的小粉红纷纷抗议大喊 要求陈奕迅讲中文说国语 真的是年年月月日日越来越玻璃心了 人家陈奕迅虽然舔共没错啦 但人家母语就是粤语跟英文啊 在英属香港年代 所谓的普通话都是后来上学才学的嘛 对吧 而且香港跟澳门本来就是讲粤语 结果陈奕迅就用泰文跟英文反嗆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麻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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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不要再来 有人在讲粤语 我都是 哦 你听不懂我 你们竟然被香港人交道什么叫做礼貌 你们小粉红到海外 然后就会跑去各个国家的店面 然后弄中文跟人家点餐 对吧 怪人家怎么不会说中文 咱们中国大国绝起人怎么不会说中文呢 对吧 这个影片我们都分享过非常多 即便今天是有所有的欧美人 甚至日本人到中国来 然后你还要求人家讲中文 因为这里是中国 我的天哪 反正怎么样都是中国要赢 就是这样 而且人家唱的歌大部分就是粤语 你去听人家演唱或要人家讲所谓的普通话 他自己也说没关系 但你们态度非常不好 你们要是跟圣上抗议有这种态度就好了 对吧 你们最近不是在北京召开了一带一路会议吗 这个世界上最和平的两个人 圣上跟普丁见面了 结果开会周边的大马路全部都给封了 大片的武警跟守侨人都在防备 让一堆七早八早要上班的人 全部被堵在原地 让原本已经够塞的北京又塞上加塞 现场又没有人敢抗议 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7382的民族 我们来看一下 哇演唱会就可以 说国语 说中文 然后这个圣上在封路就 没关系啊 我可以等啊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没关系啊 可以啊 OK啊 我们来看有人发文表示说什么 北京又开会了 一路上安保非常多人 很多设施地铁站都有武警小哥站岗了 早班的地铁真的是让人绝望啊 北京今天好赌啊 还有兵哥哥站岗 哦又发生什么大事了 北京的地铁安检严格了一倍 我的快递在转移中心三天了还没出来 地铁都是各种兵啊 北京一开会就很隆重 前几天我跟我妈六弯 就发现很多军人了 今天我家旁边的桥洞子 底下有人站岗了 原来是普京来北京咯 而且你们粉红又说中华民族 所谓的56个民族 56个语言又是同一个民族 这边我就觉得非常可笑 没关系 这不是我吐槽的重点 但你现在又要求人家 所谓的汉本位去讲话 这不是笑死人吗 按你们大一统的逻辑 粤语也是中华民族的语言 对吧 而且说实在的 你们现在所谓的普通话 都是已经有鲜卑啊 蒙古啊 胡人 突厥的声调 发音融入进去了 当然还有这个女真啊 根本不是当时老祖宗 正宗的古汉语发音 你们是被殖民 入侵改变的语言跟声调 要论谁更正统谁更贴近古汉语一点 粤语 无语 闽南话 客家话 甚至是越南话 都有类似相似的发音 之前跟朋友去看越南电影发现 怎么有些声调跟讲话的模式 跟广东话有点像 当然啦 他们这个语法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说关系最远的越南好了 越南大家都知道 以前也是写这个古汉字的嘛 对吧 而越南语更是保留了古汉语的入身 这个入身我们现在是没有的 而越南的古汉语是近代才废除的 当然啦 每个地区的关系 在时间久远后啊 语言都会往不同的方向跟声调去发展 这无可厚非啊 当然撇除掉越南话之外啊 越语 无语 名南话 客家话 这才是没有被所谓的关外民族 关外的国家什么 胡人 鲜卑 吕真 厚金 蒙古 枪 改变的语言体系 所以你要论正统哦 还是越语比你现在所谓的普通话 更正统 更道地 更贴近你所谓的中华古代的民族多一些啊 你才在鲁华呢 怎么不废除你们的英文罗马拼音啊 这才是最大的鲁华 你们竟然用英文西方的话 去拼写这个简体汉字出来 但你们又离不开英文拼音 不然你们现在在手机在电脑上给我 用手写 对吧 不要给我弄什么 乌 我 你给我 你给我直接写出来 当然 以上是基于道理论述方面 所以我是支持陈奕讯的 但是基于感情方面啊 我只能说陈奕讯活该啦 谁叫你要爱党爱国啊 培养这样的粉丝 你也要承受双面认带来给你的苦难 还有一位粉红啊 近期搭了泰国航空 结果发现台湾被归在独立国家 台湾台北 没有跟香港一样 上面写什么 中国 我会笑死 你去日本 也是这样啊 我去日本自动列印那个机票的这个机器上面 他就写台湾是一个country嘛 美国也是啊 所以不管台湾还是香港 护照都比你们好用啦 香港也是托英国的福 才有这些护照的待遇啊 不然为什么你中共红色护照没有 总之这位粉红就在小红书痛骂 带大家来看一下啊 泰国航空你来解释一下 我搭了泰国到云南昆明的飞机 偶然发现 你们竟然把台湾当初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土标也跟北京是一样的啊 相较于香港澳门 都标注是属于中国了 但台湾不是 你来台湾 我带你去台湾的行政机关上 看是不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好 看一下是不是五星红旗 看一下哈 一个中国是基本原则 他们不承认他们的 我们谴责我们的 一篇提问改变不了什么 但以后看见会发生 可悲的是 有人拿着中国居民的身份证 却能表示理解这样的行为 甚至站在对面嘲讽 不要求你们做些什么 但至少不该做什么 心里有个数 下面被人家呛 你是个人框出客 人家可是家里的主人 你要搞清楚 你自己在生态恋的哪一环 这河南的朋友 真的是说的简洁恶药 两句话就到处 不仅这个粉红是个人框之外 台湾也不是属于你的 你也没有主权 而且你自己在中国 是什么地位 你自己搞不清楚吗 你以为你是造家人吗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 有一个粉红在小红书上发说 诶 你看 我让台湾人承认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省 原因是这样 台湾的消费者 由于不能用微信跟支付宝转账 要求中国的店家帮忙验货 然后这个中国店家就说 OK啊 你要我帮你验货是不是 那你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他这个事还打错 我就给你免费鉴定一次 结果这个台湾买家 他就直接附计贴上 有没有 打的是简体 那这个事也跟着打错 然后这个小粉红就说 OK没问题 明天到货的时候 我会帮你免费鉴定一次 结果没想到小红书上翻车了 不仅被台湾人骂 还被他们自己的中国同胞骂 说你怎么那么无聊啊 人家只是要贪你的免费鉴定而已 我是建议这位 这个台湾消费者 如果你有看到我的影片的话 我建议你是这样 等到你收到货之后呢 对我就是要赚你免费 帮我鉴定 怎样 然后po一个维尼的照片 或是po一个8964天安门的照片 给他 如果这样我们跟田工艺人 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还是拿到好处之后 要反僵他们一军啊 不然我们这样台湾人 迟早就是人山被人骑啦 而最近啊 美国人权基金会执行长 哈佛生他公开表示 公开表示 他2010年 马英九执政时代的时候 来过台湾演讲 结果马英九要求他们 不准批判中共 还说出了 你在台湾批判中共 是不可被接受的 你去跟你们 伟大的蒋经国跟蒋中正 你死之后去跟他们讲 结果哈佛生还是批判了中共 点出了中共 破坏人权的一些议题 于是马英九率重离席 还取消了哈佛生的 住宿与行程待遇 这是什么国家元首的格局啊 这是什么风度啊 而且还是你们邀请哈佛生 来台湾演讲 是你们国民党耶 然后又不准他谈论 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 那请问你邀请他来干嘛 邀请他来说 南美洲在迫害人权 北韩在迫害人权 非洲在迫害人权 是吗 台湾旁边最大迫害人权的国家 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49年之后 我们的敌人也是他 因为他想病通我们 是实嘛 而中共确实在迫害人权 所以你到底在想什么 难怪你们从2001年 开始阻挡军高安69次 这样的政党 我真的非常不能理解 为什么在台湾还有票 欧美国家政党 对于内政都是有所不同的 跟我们台湾一样 我们对于内政发展 价值观有天差地别的 不同方向去做选择 但是人家欧美大部分对外 对外交 对国防 对军事是一致的 大部分都是一致的 只有台湾在这一点是最特别的 独树一格的存在 外交上竟然有天差地别的 跟敌人靠拢 而且你还是被打跑到台湾 打到领土95%消失的政党 逃难来台湾 而且还是美国帮你逃难来的 你现在又要跟把你家夺走的那个人 当好兄弟 当一家人 又削弱我们自己 我跟你讲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 打输的绝对不是装备与军力上的差异 你们输的都是人心的斗争跟算计 统战 渗透 出卖 我真的会气死 这个百年烂党 这个地球上第一个想让你消失的 不是民进党 更不是我们台派 是中国共产党 你是他的历史工业 你现在竟然站在一起舔 而不是最近的事情 是自从李登辉当政之后 开始舔 不知道在舔什么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订阅 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Bio 下期再见了 Bye